各位齋祖大家 歐彌陀佛 请放掌 今天我们是 净土院中院 第一次 举行法会 在之前我们在过年期间 落成以后 第一次的共修 本来是佛医 第二次本来也是佛医 但是眼看全球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所以大家 发心把这个佛医 暂时改为大悲咒医 希望祈求 借由观音菩萨的愿力 以及大悲神咒的微神力 以及我们大家的虔诚之心 希望能够扭转 全世界的疫情 让大家能够早日安居乐业 同时能够让大家 借由这一次的疫情 改变每个人自己的业力 也就是改变习气 能够从这个改变 一同来参与今天的共修 那么在我们刚刚 这个宴口最后的时候 送这个金刚萨舵百字咒 那么最后呢 这个经文上有说 他说一切法 从欧字而生 最后一切法呢 还从欧字而回归到真实实相 所以这个欧就是我们说的无 从无而生有 从有而生无 那么在空有之间 我们一般的众生 大多都是偏向于单止有或单止无 但是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将这个空跟有 两者之间做个融合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融合呢 在我们现实之中 我们是存在一个有的世间 所以我们眼见耳听 身体所接触 一切的形形色色 所接触到的一切的人事物 你说没有吗 但是确确实实就是有这么的存在 但是当我们进行去观察的时候 会发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呢 都只是假象 为什么说是假象呢 而不是真相 因为真相应该是不变异才对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眼耳见吻 所知的一切 都是在无常之中 所以呢 佛陀说 真空妙有 在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 是真空妙有 当用这个心呢 去行菩萨道 用这个心来过生活 甚至用这个心呢 来修水灿 拜水灿 来放宴口都好 这都是呢 让我们呢 真正的契入到 佛陀的这个本怀 如果能够用真空妙有的心 来修行 那么我们才不会啊 着于像 如果呢 我们一着于像 那么就度到有力 如果呢 我们呢 着偏空 那么又度到这个空里 所以呢 在这个之间呢 我们就是要时常去拿捏 并且呢 时常要做这样子的观 不论你现在拜佛 我们现在在做宴口 你的心呢 都要清楚 能修所修 能观所观 能失所失 一切的这个关系之间呢 都是三轮体空 能够如此 才叫做修无为法 那如果呢 度入到这个像里去啊 各位菩萨 那就很可惜了哦 那就叫做修有为法 也就是呢 生死之法 虽然我们在念的是经咒 虽然呢 我们在这个拜的是三宝 但是呢 当度入到有为法 很可惜 那么我们就是啊 继续在有为里面呢 去感受这些果报 那么我们一个学佛者啊 最终的目的是在哪里呢 最终的目的是要求无为 那为何要求无为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一切啊 有为就是轮回 必须呢 超越轮回以后啊 才不会有这么所所碎碎的一堆烦心的事情 所以呢 必须修无为法 才能够啊 解脱生死 也有修无为法呢 最终才能够迈向成佛之道 所以各位菩萨 我们每个月 在净土院啊 拜水灿 来做施食 或者呢 每个月一次的 这个大悲咒一 乃至啊 平时 每个礼拜呢 的佛学课程 不论是啊 到讲堂来上佛学课程 或者是啊 线上的佛学课程 或者呢 其他的 不论是茶道也好啊 种种的课程都好 那么这些 学法的目的 为何 各位菩萨 学法的目的 就是要学习 如何觉悟 学习啊 如何看清我们真正这个人生 能够如此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 不论有没有疫情 我们的心啊 都能够很淡然 很安定的啊 在这个世间生活 但是呢 又不会执着于世间 能够有这样子的心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 要求生净土 才有可能哦 否则呢 没有出离心 云合生净土啊 所以一定要先具备这个出离心 能够求生西方 具备菩提心 能够带一切众生啊 宵夜 带一切众生呢 求生净土 虽然如此 还无一众生 食灭肚者 能够如此啊 常常这样做官 那么我们就是啊 以第一地法在修行 能够常常如此 那我们自己啊 就不会膨胀自己 自己呢 就不会我慢 就不会啊 发脾气 就不会啊 有很多的固执 我们就变得更加的谦虚 更加的谦卑 更加的啊 温和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慈悲 慈悲呢 是能够啊 化解一切的尴尬 智慧呢 能够啊 解决其的问题 所以各位菩萨 我们来净土院学佛呢 就是啊 要朝这方面 来努力 那么所有的 行门课程 解门课程 都是啊 辅助我们 朝这条路 迈进的 这个道路 希望各位菩萨呢 每个月 我们回到净土院呢 一起努力 在解门 行门 一起努力 祝福大家 早日呢 成就佛道 阿弥陀佛